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5月31日晚上 葛思奇以一己之力 承报了娱乐榜前20的热搜 谁也没想到 原本只是抱王小飞的她 意外牵扯进了十多位明星 第一个猛料 王小飞和大S以及张盈盈 葛思奇曝光了三张 王小飞婚内出轨的照片 而且照片中的女生 不是同一个人 另外 王小飞在葛思奇直播前 曾经联系过她求和 葛思奇答应少曝光一部分照片 同时 葛思奇在直播间 播放了王小飞道歉的电话录音 在录音中可以明显听到 王小飞说 不是大S找人爆料的 我知道她不是那样的人 还有王小飞离婚前 就和张盈盈在一起了 他们还有过一个孩子 只不过被张盈盈打掉了 葛思奇也透露了 张盈盈做手术的医院 对此 张盈盈得到了 两套打通的房子和名车 从现有的各种证据来看 基本上可以证实 第一个爆料的可行度非常高 因为在葛思奇爆料过后 另一位娱乐记者 直接曝光了张盈盈 和王小飞的聊天记录 证实葛思奇的爆料所言不假 第二个猛料 王小飞 大S 小S 陈建州 范美琪 葛思奇声称大S怀孕9个月时 因为王小飞喝酒 俩人发生过争吵 当时小S看不过去 就和王小飞理论 结果王小飞把小S推倒在地 看到妹妹因为帮自己理论 而受委屈 大S就让王小飞向小S道歉 王小飞不愿意 还把怀着身孕的大S推了一把 站在一旁的黑人陈建州 看不下去了 冲上去就开始打王小飞 而陈建州的老婆范美琪 在旁边一直尖叫 对于这一点也是有机可寻 此前王小飞的母亲张兰 公开说过 王小飞被陈建州 按在地上暴打 但是王小飞被打的原因 是他和陈建州的价值观不同 最后 这件事情以王小飞公开道歉 而不了了之 第三个猛料 傻S 傻S老公徐亚军 爆料王小飞和大S的瓜的同时 葛思琦一道也爆料了 小S和徐亚军的瓜 据葛思琦透露 徐亚军曾经和多名俄罗斯女子 在高级餐厅吃饭 但是小S不在场 因为餐费太贵 当时葛思琦没有放弃了跟进拍摄 至于坊间一直盛传 小S被家暴的事情 葛思琦在直播间也谈到了这一点 不过第二天 徐亚军就发文澄清 据餐是事实 但是那些女生都是朋友 还有家暴事件 以前爆料过的记者都已经向他道歉了 这是太久以前的新闻了 第四个猛料 吴奇隆 刘诗诗 前一段时间 网上突然传出 吴奇隆和刘诗诗离婚的信息 此时 吴奇隆和刘诗诗伤辟谣 并且以法律手段给造谣者警示 在这次的大爆料中 葛思琦也谈到 他跟了吴奇隆和刘诗诗很久 吴奇隆和刘诗诗没有离婚 另外他喊话网友们 不要用那种眼光看待他们 第五个猛料 林俊杰套房事件 要说昨天晚上 葛思琦爆得最猛的瓜 出了王小飞就是林俊杰 葛思琦直言自己手里 有林俊杰套房事件的证据 他提到这件事情是上了社会新闻的 是非取之 留给网友们自行去判断 针对葛思琦的爆料 林俊杰的经纪公司很快就发明 说 又是有人掌握林俊杰先生 违法犯罪的证据 尽请务必有关 向有关部门检举 所谓的套房事件 值得是六年前 发生无姓女子自杀一事 当时无姓女子深受网络暴力 重压之下 他选择的轻生 而且无姓女子留下了遗书 疑似他在遗书中提到的林俊杰 不过林俊杰多次否认过此事 无姓女子的妹妹 也公开澄清过姐姐的事情 和林俊杰没有关系 可能是林俊杰名气待大 哥斯奇短短几句话 就让林俊杰套房的话题 登上热热所第一 吃瓜的网友们纷纷议论 各有看法 第六个猛料 迪力热巴 陆寒 除了林俊杰之外 哥斯奇还提到了 内娱顶流迪力热巴和陆寒 他说曾经自己在日本差一点 就拍到了迪力热巴和陆寒 不过迪力热巴很快就辟谣 假的 自虚无忧 直播到这里的时候 哥斯奇突然断线了 他的第一次直播爆料 也就此结束了 不过他在直播中提到的 除了王小队之外的明星 大部分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辟谣了 六月一日 哥斯奇再次发文 就自己前一天的直播内容 进行澄清 他强调 迪力热巴和陆寒只是朋友 他们在日本出现 纯属巧合 网友们不要期待其他的事情 二 金曲歌王这些的事情 交由世人去盘断 他只是提了一下过去的事情 无意冒断 但是没过多久 哥斯奇在网上 把锅筛给网友 让他呛 那是网友自己在对号入座 所以这是网友的问题了吗 针对以上 哥斯奇的这些爆料 腻于直接炸了 网友们纷纷称 哥斯奇是新一代的卓尾 有意思的是 有人透露 哥斯奇以前 就是跟着卓尾做事情的 而且卓尾对哥斯奇说过 这是天命 你天生就是干狗仔的料 和卓尾一样 哥斯奇也因为职业原因 惹出过不少官司 但是他的战绩相当惊人 他打官司 0败 16胜 35庭外和解 这样的数据 哪个明星不怕呢 当然有一些明星 早已领略过 葛斯奇的厉害 无尊隐婚生子 就是葛斯奇第一个报道的 王力宏找公主 也是葛斯奇拍到的 只不过多年前 王力宏形象太正面了 所有人都不相信 葛斯奇的爆料 还有宋慧桥和宋总基的婚礼 也是葛斯奇 巧章打扮 混进婚礼宣传 全程直播的 其实林俊杰 关于这个瓜 已经不止一次辟谣过 早在去年8月 就已经发生澄清 称从未实施过 网传违法行为 造谣者已严重侵害了 林俊杰名誉 引起了不当的网络舆情 而事发后 受害者的家属也公开澄清 所以如果林俊杰 真的做了违法之事 也相信受害者家属 不会为他澄清 所以吃瓜群众要理智 不要被带节奏了 这些年 有关林俊杰的料 始终不间断 去年年底 也有网友爆料称 是林俊杰的女朋友 让林俊杰联系她 称遭到林俊杰欺骗感情 但最后证实 她故意披了和林俊杰的聊天记录 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这个女生也没有放出实陈的证据 林俊杰工作室就此时还公开回应 表示对于别有用心的抹黑 及造谣不予以回应 到了今年二月份 又有网友在网络平台上造谣 侵害林俊杰的名誉权 林俊杰也在第一时间 对造谣者进行诉讼维权 这个造谣者就是去年八月 造谣林俊杰做了违法知识的那位网友 所以足可以证实 葛思奇的爆料应该是假的 不知道后续 葛思奇还会不会继续爆料 只能说 如果真有像王小菲一样的证据 能够证明爆料林俊杰的料是真的 网友肯定是支持她公开 当然 如果只是为了博取关注度 那么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一言一行 不要因为自己的爆料 而给当事人造成名誉损失 另外 针对葛思奇爆料 王小菲打了怀孕九个月的大S 以及小S老公私生活混乱一事 S妈和徐亚俊都已经在发生辟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